大家好 欢迎收听卧槽喵政治 我是卧槽的总编萌萌 我是卧槽的范 卧槽喵政治每周帮大家喵一下台湾重要政治议题 也记得帮我们订阅YouTube频道按下小铃铛 还有商当Spotify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KKBOX First Story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哟 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要记得在Apple Podcast上面留言评分 耶 这个耶可以解决句吗 为什么我们都这样然后偷偷解决跟我讲 诶 萌萌超开心 我还好啦 我没有很开心啊 我很开心 哦 你很开心 因为我们今天又有聊天的伙伴 哦 我觉得每次只要有人来聊天的话 我们好像就会比较多人听 哦 你说流量会比较好的意思 最近很care那个流量的部分 哦 那今天会是谁 我们今天 诶 我们今天找到的人 我觉得如果你平常是喜欢看就是新闻 或是政治类的Podcast的话 你一定会听过这个节目 叫做观测站底嘉啦 哦 哦 他们在干嘛 这个 这个问题我们就要让来宾自己讲 你怎么可以问我呢 哦 对哦 今天 所以我们今天请到谁了 我们请到里面的其中一位host 叫做可欣 哦 可欣 好像有印象 有啊 对对对 好 那我们今天请到这个 感 感谢可欣有这个愿意波容 来跟我们聊天哦 好 那可欣来跟大家打一下招呼 大家好 是可欣 既然萌萌说好像有印象 明明我礼拜六才放你 嘿嘿嘿嘿 哦 对我们上一集节目中 你有去 对不对 对马上 马上进入业配主集 果然很厉害 对啦 观测站底嘉啦 上礼拜有访问那个在下 对 而且分享一下 就是好像因为你有上他们节目 所以就是有比较多人来订阅我们 哦 真的吗 真的吗 我会一直说好像因为我有上他们节目 所以有比较多人去订阅他们 没有 好像没有 好像没有 因为我今天就看到 可恶退追踪 我在想说 不知道因为你被你把他剪在最后面对不对 然后想说到底有没有人会听到最后面 对啦 我觉得就放最太后面了 所以就没有办法刺激他们的一些订阅数或什么 怪我们啦 对对对没关系 你看我们一开始就让你进场对不对 多棒 好啦 下一次就是从头到尾都你 诶 没错哦 刀上在卧槽 没有差 好啦 我就回到主题 对 好 请可欣帮我们介绍一下 因为可能有一些卧槽妙政治的朋友 没有听过你们节目 想说介绍一下你们节目是在做些什么 对 观测站做什么 好 我们的节目呢 就是会关注台美关系跟国际动态 然后是会帮大家科普一下 就是国际政治啊 或是的一些冷的知识 然后还有我们很助 因为我们的小编原本都在美国啊 我现在来回到台湾 那我们都会用就是在美国的角度 然后去讲一些关于美国的新闻 那因为我们 其实观测站底加达是 呃 美国台湾观测站 这个粉丝专业的延伸 所以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 诶 现在会不会太早业配 会 关系这边会卡掉 OK 没问题 哈哈哈 好 那反正就是我们的 脸书也都是在 就是关注台美动态 哦 诶 可是那为什么会想要 成立这样 因为我是就是这个好像 这主题好像蛮冷门的 蛮蛮 hardcore 就是蛮 哪有冷门 人家流量比我们好多诶 你不讲谁知道对不对 看名字就知道了 呵呵呵 可是应该说整个啦 就是整个在 谈跟台湾人讲说 诶 美国现在有哪些 关于台湾的政策 这感觉我不知道 就不是一个很直观 大家可能会想说 哦 我想要去了解这个议题 那所以为什么一开始 起心动念会想要 就是成立像这样的一个 嗯嗯 团队呢 就一开始是我们有好几个 就是我们的观测站开始的 原主呢都是在美国 然后他们其实就发现 其实美国国会有 我们观测站以前叫做 美国台 呃 美国国会台湾观测站 哦 现在变成美国台湾观测站 没有国会 没有国会 那以前他们就发现 去翻一些国会资料 发现其实国会 超多挺台发案出来 然后但是台湾都没有讲到 嗯 然后所以他们就觉得 我们好像都比较关注的是 行政部门 比较少关注国会部门 所以他们那时候 就成立了这个这个专案 原本是要去弄一个网站 然后也加入到 呃 就是被选到GLINV里面 然后结果我们演书就红了 哦 就不小心红的 听起来就是有点就是 好像 听起来好像很客套很谦虚 但其实在 不小心在 我在想说Podcast 是不是也是随便做作 对啊 我们只是想说随便 但就红了 嗯 有点困扰 那你们为什么会想要改到 就是也不是改到 就是多一个Podcast 这样的平台出现 因为我们的文章 大概都是三到四千字 然后跟我们差不多 就太长了 然后就现在 现在人的 的时间又没有这么多 所以干脆我们就觉得 我们念给你们听 因为有些人会直接看标题 然后就觉得我们在讲什么 OK 我们就觉得好 那我们就念给你听 看你听不听 OK 他讲到这个 我就想要跟他分享一个 在我们这边的留言 就是我们刚做节目的时候 那时候你们 你们也出来了 然后就有一个留言就说 他们觉得我们用Podcast的形式做 他说 哦 无论是卧槽或是 呃 US Watch Out 呃 台湾 台湾 Watch Out是卧槽 OK 我来帮你念 对我们节目评论 呃 觉得蛮好的 我觉得用Podcast 可以让人更容易了解政治 我看卧槽 还有台湾US Watch的FB粉专 都是共同想法 那这个所谓的台湾US Watch 粉专就是 US Taiwan Watch 就是美国台湾 所以他讲错了是不是 对 哦 我想说是美台手表之类的 哈哈哈哈 想说这是什么 广告的那个留言 然后我就想说 诶 对 就是 哦 我个人是听Podcast 才知道 他们的 脸书也在做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也想 请你们分享说 诶 你们做这个节目 有因为这样接触到 原本你们不是的TA吗 感觉 感觉有一些 但是比较 还是比较多是我们从 我们脸书过去的 还是比较多 嗯 好 好啦 我们再闲聊下去 我们可能后面的主题都 来不及 没错 没错 对啦 因为其实会找那个 美国台湾观测站的朋友 今天来 是因为最近很多外交议题 尤其是美国跟台湾 最近好像交友 就是越来越彼此的关系 满紧密的 像前一阵子才有那个 刺青克拉克 对 刺青克 国务刺青克拉克的房台嘛 那 诶 不过这个 我觉得需要让真正专业的人 来讲一下 到底这个刺青 对 我听到刺青 他代表什么意思 就tattoo 刺青吗 不是 我还查了说 想说青嘛 以前不是说 那个爱青 然后 古代的官名就是什么 君臣对臣民的称呼 众亲平臣 对对对对 那个称 然后 可是我看了英文 我觉得好像这个刺青的 官名吗 他算是官名 职位名称 想说让可欣解释一下 他很大吗 他做什么的 他对来台湾代表意义 是什么 嗯 我觉得如果 先回答出他大 他大不大 位阶大不大的问题 好 这部分我觉得 可以跟那个 上个月来台的 那个Azer 卫生部长来比较一下 那在美国 就是他们有个 就是继任的顺位 譬如说 总统如果 挂掉了 那就是副总统接嘛 川普如果挂掉 就是 哎 同事 没有没有 对对对 好 然后 那副总统如果也挂掉 就有可能战争来嘛 就两个人都离开了 那副总统之后 就是 众议 众议院议长 那他就是有个 继承的顺 对顺位 那 呃 Azer 就是卫生部长 他是继承是 第十二顺位 哦 所以其实算蛮高的 所以大家都 他来的时候 大家都说是 就是最高 就断交以来最高层级 那真的 他真的就是断交以来 最高层级 那 国务刺青的话呢 呃 他其实没有被排进 这个名单里面 可是我还是有看到 什么什么历年最高的 对啊 那他在高什么 他高是历年最高的 国务院官员 好多 好多台队 OK 那这代表什么 国务院代表的 国务院就是 美国的外交部 可以这样理解 那 就是在 国务院里面最大的 大家都记得 就是国务卿嘛 就是 大家很熟悉的 蓬佩奥 对 然后 那在国务卿之后 会有个副国务卿 那在副国务卿 下面还有 他叫做 Under Secretary 就叫 六个刺青 国务刺青 六个刺青 对 在哪里 哈哈哈 歪掉 刺青 OK 对不起 好啊 回来来 四处的刺 对 所以他 副国务卿底下 还有六个国务刺青 那这个六个国务刺青 他们分别是 掌管不同的事务 那我们这一次来 就是掌管 经济成长 还有能源环境的刺青 那 呃 刺青上面 还有助理国务卿啦 这个 所以 所以他是很多阶层的 但是所以 但如果就 国务院来讲 确实 克拉克就是 断交以来 未接最高 国务院官员 OK 因为他其实某些程度代表的是那种外交部门 所以来的意义就又更不一样 但你说如果继承顺卫 他排不上边 但如果是外交部门来 确实 他有一种不同的意义在 嗯 那 因为 我觉得我们也想知道 就是因为你们可能在美国 看得比较清楚 像不是最近嘛 台湾很多的争议 就是说啊要推什么 那个什么 美 美珠嘛 啊就是说要跟到台湾 跟美国要推动什么贸易谈判啊 那 这个事情在 美国的 观点是什么 大家是 也是这样讨论嘛 就是要推就自由贸易啊 还是大型 没有 大家不care这个事情 我觉得 如果问说美国的 就是一般的人民的话 其实因为台湾 台湾的吃猪肉量好了 虽然 就是虽然比例很高 但是那个市场 其实也没有到多大啦 跟你说跟墨西哥 或者什么其他地方比 所以这个议题 在美国的人民之间 是没有这么大的一个 引起一个很大的回响的 但是在 我自己去过一些华府的 论坛或什么 其实他们就一直在讲 就是台湾 美国是一直都在推动 自由贸易 自由市场 但那台湾之前也 就是美术一开始 就是台湾自己提的嘛 然后我们提完之后 就发现台湾人内部 有一些反对的声音出来 所以才又说 啊对不起 我们没有办法去 实现我们这个 自由贸易的 这个 这个 这个要求 台湾先 自己说 我们可以 开放这个 当作我们筹码 但是提出来之后 然后但是因为比如说 也许早年 早就之前几次的一些 政治局势 就发现说 啊不行 美术开放 抗争太大 对 所以又给付 对 所以这反而 就是我自己 你说他 就是实质的意义 就实质上面的金额 大不大 其实没这么大 但我自己观察 从那些学者 或者那些 呃 国务院的官员 他们在讲的时候 都是觉得 那个 kimoji不对啦 kimoji 对因为你知道 就是在两个国家 在做一个 更深入的交流的时候 他很注重的是 一个互信的一个状态 或是一个相互 有没有给对方 自己公寓的钥匙 所以其实没有 我们国内自己吵得很热 但是其实美国 美国的人 搞不好就是 啊 就come on i don't really care 就是怎么美 怎么美猪消费 就那个没多少钱 就是他们没有那么在意这个 有可能猪农 比较在意啦 ok 猪农会在意 但是猪农也不是最 因为美国的猪 他们要在意什么 那就可不可以出 就是 进出口到台湾 更多的市场 对 但是说真的 美国的猪 猪农量 本来就不高 美国吃最多的是 我记得是鸡 然后 然后还有牛也在前面 还有鸡 还包括Turkey 那个火鸡 所以他们真的猪肉 没有到那么高 然后台湾的市场 又没有这么大 像是如果是跟 墨西哥钱好了 墨西哥市场就很大 然后又在他们旁边 所以这个就会造成 在美国里 有很多的 讨论的声音 但是因为台湾市场小 所以 讨论声音 真的说真的不大 就是国务员官员 他们觉得 跟台湾之间的 交往的感觉啦 ok 所以还是要不要 换钥匙的问题 像你们讲到 那种美国的那种名声啊 我觉得就延续讨论 因为像 呃 包含这一次那个 刺青他来到台湾 然后上一次在那个 那个 我们的第29集 对不起我要置入一下 29集我们有做过就是 卫生部的 部长来的来到台湾 就是 你就会感觉到说 哎这次有好多 美国的官员来到这里 那 我好奇是说 美国一般人 他们看到 哎我们的政府 怎么跟台湾 有这么多紧密的一些交流啊 然后他们怎么看我们这些 这个这个证据这样子 我会可以讲一个 我自己在 我回台湾之前 然后 我就在纽约那边乱逛 然后就碰到一个 路边摊的一个爷爷 然后看到我之后 我就他问我从哪里来 我说从台湾 嗯 然后他就说 哇你们是一个很民主的国家 我知道你们 他中文好好 他讲英文 ok ok 对我就 其实纽约啦 因为我在纽约 所以他这个有selection bias 但是基本上 嗯 我觉得可以去看一个民调 是最近整个 美国的反中情 情绪已经是起来的 包括整个是川普 也是川普带 然后再加上中美 美中贸易战 然后再加上疫情的关系 整个反中情绪有起来 那在这个时候 去帮助台湾 因为 如果你说要出兵好了 因为我觉得之前 大家会觉得 美国不想要帮助台湾 有可能是 美国要去出兵 或美国自己去打仗 因为美国说真的 他们以前打越战 或什么这些战争 很多人民 他们是很反战的 他们觉得要把 自己的人民送上战场 他们是很不愿意的 但你会发现 像什么时候 美国人愿意 开始打仗的时候 是如果是人家开第一枪 譬如说911的时候 是人家开第一枪的时候 他们就会 那个时候 911发生的时候 美国那个 重军量就暴增 然后还有像是 想更久以前 好1945 那个 珍珠岛的事 珍珠岛事件的时候 也是整个美国的重军 大家都说 就是一定要打 就是 也不是说 现在美国跟中国要打 而是说 如果这一步 是先中国先踏进来 他们认定 中国是那一个 比较侵略性的 那一方的时候 美国他们并不会 反对 要去帮助他 而且目前说真的 现在就是 只是 更多层级上 也现在没有什么 太多军事上面的 算算有啦 就是共击啊 或是这些军机的问题 但是目前还没有 任何个美军 因为台湾而离 就是死掉或什么 这类都没有 那就是单纯是一个 更高的政治交流 再加上台湾是一个民主 然后我们的 我们在防疫上面的表现 又很好 然后你看我们这次 阿扎尔 阿萨 我不知道 反正他那个翻译 阿扎尔 阿扎尔 阿扎尔他来台湾之后 他马上回到美国 他在那个 共和党大会上面 他就唯一一个官员 戴口罩的 真的假的 他学会了 他学会了 他顺位第几个 他十二 所以他知道 他可能会被计程 结果他戴口罩 所以 所以就是 目前大家对 台湾的观感是好 如果了解台湾的话 那如果不了解台湾 也会 他其实就不会对 这个议题 就是外交议题 这样听起来台湾 台湾人跟台湾 这个国家跟政府 在美国 美国人的那种 印象挺好的 应该说开始了解 因为我的感觉这样子 因为开始 最近的这两三年的一些 跟美国 中国跟美国的冲突 所以他们开始更认识 因为 大家常说 美国人不是那么有国际观 好 现在开始认识中国了 认识中国之后才发现说 原来他有什么议题 有香港 有台湾 也许他里面又有新疆 所以他开始会区分 不然他说 这就是一个东方吗 对 他开始了解之后 发现可以区分 然后更认识台湾 我突然想到一个 一直很想要问的问题 因为我之前就一直在想说 我们说 我们在描述我们是台湾人 我们是台湾ese 可是如果我们想要表达 我们是有一些 中文 中华人的那种思想的话 我们到底要用 什么字 我们要用Chinese吗 就是在英文上 要怎么去 诠释这个概念 我觉得就像香港人在美国 他也会说 我是Hong Kong Hong Konger 但是他就不会用Chinese这个字 不会 越来越不会 这种 我这个发现刚刚提到 我觉得很好 因为我记得美国是 每几年都会有这大的 普查 每十年 刚好今年有 然后他其实有个单位 是原本要叫他去填 就是你的族裔 族裔 对对对 就是这个 他原本有一些 就是已经填好的格子的选项 比如说也许有 是Chinese 然后也许有 Hispanic 或者什么的 有西班牙人 但他们不会有一个格子 叫台湾ese 对那怎么办 然而 叫个可心来说明一下 以前的话很多人会填 然后填台湾ese 然后我觉得有个 campaign 有个活动就是鼓励大家 就是 对对对 你都go other 然后写台湾ese 那你可以想象 如果这个台湾ese的人数 多到一个程度 那以后就会开一个表格 就是 台湾ese的goal check box 一个可以这样 真的 那就 有点像就是 这是很official 在美国这个 国家政府的名单 文件中证明的 Chinese and Taiwanese is different is different 对对对 其实不止美国这样 哦 其实澳洲 各国就开始这样子 是不是因为进来的人 就是很多台湾人跑去澳洲 然后澳洲就开辟了这个需求了 没有澳洲 因为他澳洲的是有点偏提 但澳洲他的移民政策是 他是 你这个族群乖的话 那你可以有比较 他是有merit base 就是是以你积分的 哦 ok 然后我记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就是中国跟台湾是分开的 他们计算是分开 然后台湾的 级别是比较高啊 听很多去打工的讲说 啊我就喜欢用台湾人 对 不喜欢用中国人 耐操好用 薪水低 哈哈哈 是这个样子吗 希望不是 希望不是 对不过分开 我可以想像 因为澳洲或是其实现在 失去的 很多西方民主国家也开始 因为这各种有人 所谓的红色入侵嘛 很多 呃虽然只是 Chinese族裔 但是就算已经只有 当地国籍了 那常常也会被发现 有拿来做一些 因为 也许他们在中国国内有亲戚啊 有些 connection 所以会被拿来做一些跟 间谍 或是 倒叙情报有关的 他们的那个 评分也会包括 譬如说 如果你这个族裔过去 有可能在学校 你们常作弊 哈 这个这个 因为说真的 以前台湾好像有一段时间 他成绩降 呃成绩降下来 就是因为有一群台湾学生作弊 那现在就是 慢慢又把他那个成绩拉高了 哇 所以台湾的海外学生 请不要作弊哦 哈哈哈 不然以后你的学弟妹 懒得过去这样子 哈哈哈 哦可是这个 这个真是意外的收获 是我们自己没有想到 对我觉得要跟大家 听众讲就是在 对有在国外的朋友 或是 准备要去出国的朋友 对千万不要 就是做一些 为了台湾 嗯为了台湾 为了大家 为了这个国民外交 大家不要做一些 丢脸的事情 哈哈哈 好说到丢脸的事情 哦我们那个 上个礼拜 九月 九月十八号的时候 那个立法院开议了 哦对 台湾立法院 对开议了 那开议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呢 如果你有关注卧槽的 呃 本专的话 就会发现我们记者呢 有发了一系列 跟猪有关的 照片 哦 突猪 哦对 因为其实 呃 当然就刚刚前面有提到 美猪这个议题 要进口到台湾 其实在 台湾的 政坛 算是一个蛮主要 大家在 讨论的议题 而且 真的草蛮凶的 台湾人很多人反对 对 那主要在党像 那个中国国民党 他就 他就做了一个很精美的一个猪猪 听说他们自己讲的 马上花了三万块 做了一个那个 猪模型 很想摸一下耶 远远看的时候就觉得 好想跟他拍照 蛮让人在意 蛮 很有存在感 对 有想要去弄一下 而且每次都会出来 就是 一定要拿出来这样 给大家看 所以 他们就 就是针对这个议题 去抗争嘛 像 呃 这几天他们就 一样就拿这些道具 然后去 有点像是 所谓的占领 议场啦 就是让 让应该要去 立法院 背询 接受 执询的这些官员 不能上台 那 我先打断一下 因为我们在二十集的时候 其实有 稍微讲到这个 所谓 延荡议训 呃 延荡议程的一个模式 然后我们那时候 有介绍一个专有名词 叫做 Filibuster 叫做杯格 杯格 对对对 boycott 然后我想说 其实 不是只有台湾议会 会做这些事情 对 就是 美国的 boycott 或是美国的杯格 是 怎么做的 他们有吗 对他们有这种玩法 有这种玩法 就是 对就是刚才那个 那个 萌萌讲的那个 Filibuster 那Filibuster 他就是 基本上就是拖延战术 然后来瘫痪整个议程 然后我 如果那有在关注 那个 香港的 过之前的那个议会 的时候 他们也有这种同样的方法 他们就是把 他们就是念一个法案 念超 久 就一字 就 讲话都讲 变得讲 超 超 慢 大概 大概 就是这个速度 OK 那我们会加速 因为也太久了 OK 然后 所以 这个 这个 这个方式 其实是 在 美国还有英国 就是很早以前 他们的议会里面就有出现了 那 像是在1957年的时候 8月的时候吧 那个时候 呃 南卡罗莱纳州的一个参议员 他为了要反对就是一个 呃 民权法案 那他就做了一个演讲 那个演讲 他讲24小时18分钟 好夸张哦 超夸张 我不知道怎么去上厕所 OK 就在现场直接上 他很前一天不喝水啊 或者不吃东西 之类的 但他要讲 哦这么久 他怎么不喝水 啊 不重要 对 对 除非这期尿布有业配 对 难道是他有使用哪一个牌子的 尿布吗 好想接业配 但是其实他们 也 呃 就是他们发现就是最近 有 就这几年来 这十年来 越来越多人在使用 Filibuster这个方式 那其实这个 虽然是可以让小党的力量被听到 他们的声音被听到 但确实也会让整个意识拖很久 然后没有办法达成一个 就有效率 或是达成一个共识 然后所以就有个东西 这很久啦 就叫 是终结意识的方法 叫closure motion 呃终结意识 呃 那这个 他是 他就说你 参议院你只要超过三分之二的票 就是六十票同意之后 那你们就必须要在三十一个小时内 结束这个意识 他会规定 我们是不是要引进啊 所以有点像你有到一个呃 三分之二习次的话 你就可以有点像 我要求这个会议必须在三个小时 对对对 三十个小时结束 对 所以就让你 Filibuster二十四小时好了 No mind Never mind 就是 反正我 你只剩六个小时可以讨论哦 他可以挑战啊 三十小时不简单 YOU YOU 那一样 就是意思说三十个小时 一定要做出结论 对 做出结论 对 所以势必要往下一个阶段走 但是 也有个方式 其实这个 这个 这样子如果一不断使用Filibuster 或是这种终结意识的方式 其实是不健康的啦 然后但是他们有一种 呃就是 反对党他们会用Filibuster嘛 那执政党他们可以用一个战术 叫做田术 叫Filling the tree Filling the tree 对对 树 田术战术 策略 他基本上 田术政策 基本上就是他们就要阻止这种少数党 他们用这种就是拖延的方式 那呃因为每个法案你都可以有修正案嘛 那他呢就会 那他因为自己执政党他就有那个比较 呃一个程序的特权 他就可以把所有的修正案填满 然后填满 因为他的规定说你必须要先审过所有的修正案 你才能修 你才能去审那个本案 所以他把所有的修正案填满之后 大家就没有时间再去再去讨论本案 那他的他的概念就有点像是 OK你要拖嘛 我看你可以拖多久那种感觉 OK就是我用一个优先的程序 先把那个东西排程序排很长 对对对对 那让你没办法去进行那个flip bus 还轮不到你那边啊 对 那我这边就可以把 就我就用这个方式 让你的flip bus根本不会发生 对 那这样以后政治系是不是要开一趟就是 如何干扰意识 对对对对 如何如何杯葛 如何反制杯葛 如何反制 高级的杯葛 对然后有更高的 就是初阶班中阶班 因为我这次看那个国民党班那个 租出来我觉得好合理哦 就是 之前他们不是用那种什么 占领议会的方式 然后铁链什么 所以觉得不太适合他们 这种杯葛 反正租比较适合他们 就是租啊 然后有人就是出来演啊 什么的 那种那种痛痛 我觉得 就是你们的风格 哈哈哈 其实其实就是 这个我们自己记者有 有 就班主才有效果为什么你知道 因为有画面 对照片就是 不管怎样 诸是无辜的 你知道 就大家如果拍 就 啊 诸是无辜的 就还在拍 然后就有画面 然后大家就会有新闻效果 所以这确实也是一种 杯葛有时候 或是一些抗争本身的重点 不是在于真的可以 中断医师或干劳医师 而是他能够 有话题性 有新闻点 造成新闻效果 好像政治真的有时候就是在 炒话题性 对 他确实是一种 show business 对我觉得很想娱乐 他 这不一定是负面的意思啊 就是因为他确实是要 他传递某些政治讯息给大众 那你透过那种show business 才能够让一般人知道吗 不然大家 所以你看 川普跟拜登 对 川普就真的 他就是从 直接进到这个主题了 哈哈哈 没有 后面有东西要讲 对 对 川普就是show business的 对啊 大 也很高手 可是我自己是觉得很可怕 因为平常娱乐圈发生什么事情 有些drama 你就觉得啊 反正就娱乐圈的事情 可是毕竟 毕竟政治是影响 就是大家生活的事情 然后搞得这么 娱乐十足 不知道是对还是不对 嗯 没关系 反正在娱乐的过程之中 我觉得 也要让可欣来分享一下 其实 因为毕竟他们观察过 美国国会很专业嘛 他应该 应该大家 这两年多来 应该都有听说 其实 美国的政界 国会啊 通过了一系列 跟台湾很有关系的一些法案 嗯 对 对 范琳有听过 我记得我们之前有讲过 对不对 第几集 你说什么 国 你果然没有背好哈 太好了 这事你没有做到好险 就是我们 美国 不是这一几年来 其实有通过很多 跟台湾有关 有台法案 糟糕 忘记第几集了 相关连结 我再补充到我们的那个资讯来 对 请点几集我们资讯来 就可以看到 那 呃 有几个法案 像譬如说像 台湾旅行法 还有一个叫做 亚洲再保证倡议法 以及还有一个叫做 台北 Act 的一个叫做 中文好像叫做 台湾友邦国际保护 极加强倡议法 简称台北法案 对 我不知道这个 应该是要请 可欣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到底这几个法案 我们知道通过了嘛 但其实我们就好像就是 耶通过了好棒 但是好 那它造成什么效果 嗯 它真的有帮助吗 好 我觉得我们要先讲一件 让我们很开心的事情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Filibuster啊 或者是这种干扰意识 很棒的一件事情是 我们刚才某某讲的这些法案 没 就是全部都是高票通过 哇 不知道 而且是两党派的都高票通过 所以就是真的是 可以知道 台湾的议题在美国 是跨党派的共识 这在美国很难哦 美国要在 跨党派的共识 跟台湾一样难哦 我们是让它可以缝合的 台湾是一个让它缝合的议题 认同我们的民主 这样子的一个 对 那首先先讲那个 台湾旅行法好了 台湾旅行法 从Azer过来 然后还有国务卿克拉克过来 其实这就是 台湾旅行法的一个呈现 它很大的一部分就是 让这些高届官员 可以来到台湾 原本不行吗 原本没有一个法律在那边 说你应该要 就是倡导这件事情 但这个法不是强制的 对不对 它不是强制 你一定要来台湾几次之类的 没有没有没有 但它是就有个推广的效果 而且它我觉得它做 就是通过这个法案 就有个意义就是在推 就好像在给国务院一个压力 就说你看哦 我们国会完完全都是赞成 要做这件事情哦 你国会已经有这个力量 你们行政部门可以去做了 哦 ok 就它虽然也许没有那么强的强制力 但是毕竟是国会跨党派通过了 说哎那个国务院拿行政部门 你们要常常去台湾逛一逛 好 那也许 一个是说他们原本不想去 但接到这个法案就说 好吧 那我还是偶尔去一下教材 或者是说他们原本很想去 但是碍于就是国际压力 哦 但是现在没有 我没办法啊 国会通过我只好去哦 对 那也是push他们就是一定要来走几趟 有这个效果在 对 那再来是亚洲在保证倡议法 他的英文如果简写叫做Area A R I A 然后刚才我们的一个好伙伴 观测站的一个好伙伴 他有提醒我就是 A R I A Area 他其实就是永探号 等一下等一下 我们需要有一个外外 另外一个声音 要开外挂 要开外挂 对对对 我们现场那个美国 美国台湾观测站有call out 我们还是call out这个 小李 嗨大家好 我是 我是那个美国台湾观测站的小编之一 对 我叫李玉萧 对那 其实美国的法案有一些 都会有长头 像是这个A R I A 可能是其中之一 那刚刚可信有提到的是那个 呃台北法案嘛 对其实台北法案它也是缩写 它原本应该是叫做 呃台湾 A R I A Alice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然后 Initiative Act 应该是这样子 哦 如果听起来就会是 Taipei Act 对 Taipei Act 对 所以是这样子 那他们就是在取这些名字 是背后有什么文化上 或是说 没有就很炫吧 是不是 是只是很炫吗 就每次要想说 还是他可能在暗示些什么啊 例如说 涌炭调的意涵 跟 这个法案的 关系 涌炭调 总觉得不是很吉利的感觉 对 诶 什么 什么 我们时间交给可欣吗 对 因为我有事 我先走了 不好意思 哈哈哈 因为 没有在美国啦 在台湾 没有时差 对 然后我们交给可欣 所以大家 就是看到美国法案之后 我觉得可以去观察一下 就是有没有这种 长头 对 因为其实台北法案那时候 其实有些 国内可能有些人台湾啦 不太了解 这个状况的时候 觉得说 你说台北 又是中国台北 又是中华台北 不是 他其实是一个简称叫台北 他们可能想起来就很炫 因为英文毕竟很长 你知道吗 对对对 他们这个 台北 Act 对 好 那我先讲回来 亚洲在保证创意法 这个area 那他基本上就是要在 强化美国在印太区域 的领导地位的方针 然后就是 要去制衡中国的这个威胁啦 那其实我觉得 从这一次 国务刺青他来 他就他一个很大的一个 目的就是要去 把这个去中国化的供应链 把它 组建起来 他不是 大家不要去误会了 大家会说什么 他要去谈BTA 或是什么 那个是USTR 美国贸易代表署的工作 OK 刚刚电话有点快 我稍微打断一下 好 他们要 你看到我登出了是不是 对对对 这个范已经登出了 他说他们这个赤青 在这个印太地区 这样走走晃晃 不是要谈自由贸易 对 而是要谈 要一个新的 生产供应链 没错 对就国际 就是我要一个 没有中国的生产供应链 比如说我要做一台电脑 我需要经过很多国家 去生产什么 所有事情的供应链吗 他在拉一个小圈圈 供应链的小圈圈 对 小团体 小团体 然后我们要排挤中国 对对对 对 然后事情都不要找他 你这样讲我就懂了 OK就懂了 好对 刺青在这边做这件事情 而且刺青他还 因为国务院最近还有另外一个 嗯 一个倡议活动叫做5G干净网络 那基本上就是也是针对中国啦 因为就是要把中国排除在外 这个网络就干净了 那你刚好一个题外话 我最近看到说什么有一笔资料 就是里面有中国渗透了很多 哦资料外 振华数据之类 对对对 可是应该算是有一点 对类似的功能嘛 因为大家会担心中国如果有一些 关键技术的 的设备 或是有些关键的什么原料的话 那你可能都会被他 偷接一些讯息出去 或是用其他方式去把这些东西 偷出来 所以大家很担心中国游在里面 很危险 嗯 对所以他基本上就是这个 再保证倡议法就是要去 把整个印太地区的小圈圈拉起来 然后把台湾也放在印太地区里 印太战略里面 那我觉得刚才大家听 听下来都会觉得好像这些 这些法案都是在呼吁而已 嗯 那这个法案他里面就有个 比较具体的内容他就是说每年你要给 呃国会 美国要播15亿美金 连续5年来强化美国在印太 呃 呃 区域的参与 然后还有同盟关系 所以我自己是不太确定啦 就这15亿 有没有包括这一次克拉克来台的旅费 我觉得有可能 来台旅费 有可能有可能 感谢那个旅费 感谢 哎什么 亚洲在保证倡议法赞助提供 哈哈哈 好那我再讲到第三个就是刚才讲到台北法案嘛 那其实台北法案就是一个 他就是跟我刚才讲到那个USTR有比较关就是美国贸易代表署 比较有关系 因为他的主要是在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 跟强化呃台美的双边贸易关系 那呃 在国际参与的部分 我觉得有可能大家听到会有点难过啦 但他就是讲到说 美国应 他有规定 这个法案规定说 美国应该要适当的去支持台湾成为所有 不以主权国家为参与资格的国际组织会员 Such as WHA的那个观察员 对对对 所以就还是以就是非主权 但是他就有规定说 美国一定要帮助台湾去参加这类的国际组织 对 我想问一个可能听起来好像有点基本的问题 就是他搞了这么多法 嗯 然后跟我就是好像保障我们很多权益 他为什么不干脆重新跟我们建交 哦好这个问可欣 政治不正确的问题我比较难回答 可欣你会怎么觉得 要做到那个 跟我们建交还有很多步骤要去走 那现在是有一些声音出来了 但是呃譬如说好建交的话是要跟中华民国建交 还是跟台湾建交 哦对啊 毕竟中华民国还主张啊 对岸是他的领土 对所以有太多太多这类的议题 我们台湾自己就需要先做好一个讨论 嗯 然后有个凝聚一个共识 那我们请美国帮忙的时候 他们比较好帮 那呃 美国现在其实他们有开始一些讨论了 那 但是我觉得 真的还是台湾自己要先有共识先啦 我们要确定我们自己是谁 对方才知道 要跟谁建交啊 对怎么交往 不然你自己是谁你都不知道 对啊 谈恋爱不是这样吗 先认识自己 对你现在还有人格分裂 你才知道什么样的人适合你这样 哈哈哈哈 我只要换成谈性说爱卷 哦哦哦哦哦 哎呃我们要转型哦 不错不错软性一点 对 那其实在这次很多法案上 我有看到资料说 好像蛮多有台法案都是美国的共和党 提出的 确实 但是共和党不就是川普的那个 那个党吗 怎么啦川普都你了吗 蛤 没有没有惹我啊 只是说他不是什么保守派 然后 对 想说在这为什么他们会特别的 为什么不是民主党议员 对啊民主党 不是什么自 民主党不是比较所谓 相对也许会被视为 进步派或是自由民主 这样子 对啊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 在美国的政界 确实我觉得就是这些 呃比较挺台法案 很多是由 呃共和党的议员提出 但是呃在投票的时候 很多民主党的也都是 都是支持 然后很多是共同提出的法案 我我有点忘记拿几个法案 其实是很多 而是两个两个 就是两个共和党 跟两个民主党的人一起提 所以其实还是有民主党在里面 但确实他的人数是比较少的 那其实民主党他就是偏自由派嘛 那自由派他们在过去以来 我我自己的观察啦就是呃 他们是比较偏羞毛派的 意思就是说他们一直是他们 因为自由派的人他们很相信 要国际合作 国际交往 OK 对他们来讲国际合作 国际交往那你就不能不看中国啊 因为中国太大了 你也需要看他的脸色 那呃所以他会 因为他们一直觉得就是接触政治 他们有点天真吗 或是心地有点过度善良 那他们就觉得我跟你更多的接触 我最后可以把你 呃把中国变成一个和平的 我对你这么好 你应该会改变吧 没想到碰到渣男 所以他们是属于那种相信就是 相信一定会变更好的 一定会改变他 我对他这么好 对 没有道理他会坏下去 哇一厢情人耶 对 有有一点 但是现在自从就是 那个 点大概就是习近平他 呃 开始变帝制的时候 他解除任期的时候 整个很多自由派的人他们发现 诶中国其实并不是像他们想象当中 会往那个自由民主的方向走 所以他们开始有点 就是 会就是 清醒了 他们终于觉醒了 但是基本上过去 呃跟台 跟台湾比较 有比较长期的在关注台湾 还是以共和党的议员比较多 而且共和党议员有时候 他们并 他们是那种他们本身 的人生经验 譬如说有的是他从古巴 古巴来的 然后古巴 他是从古巴逃到美国 对他说他很反共 或是他曾经有可能被 中国 就是真的被关过的 所以他会很反共 那所以他们 这 他们这种比较军系 他们会比较偏向军派的人 然后他们比较 偏保守 他们就会加入到共和党 所以也跟整个自由派 保守派的那种意识形态 在思考是有相关的 然后可欣讲到这个 你会想到最近 其实 11月的时候 就是要美国大选 对 美国总统的大选 然后我在想说 我们其实快接近的时候 应该会再邀请他们 来跟我们分享 对啊 毕竟这个议题很困难 蛮困难的 蛮困难的 就是譬如说 因为现在两个候选人 一个是共和党的川普 对 然后跟民主党的拜登 那 我想台湾人没有投票权嘛 但是应该就是会在意说 哪一个总统选上了 可能会比较影响到台湾在政治 或是国际上的权益 对 会对台湾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就是可以 到时候他们可以来分享一下 好啊 不过因为最近就是 因为美国真的是很频繁来跟我们 交流 然后中国就 火就起来了吧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很多共鸡 就是一直来绕绕绕 然后总统蔡英文 她也有出来跟 国民还有国军 呃国军喊话 说我们是不会让他们 这样子之意的绕台的 对 然后我就想说 诶 可是其实除了共鸡 绕台之外 美姬就是美国的军机 也会来啊 或是他们的船舰也会不经意 啊 我路过一下咯 对啊 那他们 我们现在 OK 有在仔细听我们节目的 就知道说共鸡绕台 它是有点宣誓 就说啊 李宋侠啊 李宋侠啊 就有点心理战啊 来这边就是不定期的来 闹你 骚扰你这样 对 那美姬呢 我觉得他的 他也是想宣誓 就有点像是宣 宣誓的东西不一样 不是你是我的 而是 呃 宣誓的东西是 他会保持 呃 维持他的承诺 因为要知道的是 美国他在整个亚太地区 还包括 呃 他的盟友 还包括日本 然后还有菲律宾这些的 然后顺便寻一寻 是不是 你知道吗 但是 因为如果他 没有保持跟台湾的承诺的话 那日本跟这些菲律宾的国家 是不是觉得 那你对我的承诺算不算数 哦 那我还要相信你吗 还有韩国 韩国那边还有萨德飞弹系统 那他就会觉得 我还要把你当我的真朋友 所以美国对 坚守台对台湾的承诺 尤其是 呃 这个台湾关心法 关系法 他必须要去去实行 不然他就是一个没有信用的人 那这也是增加台湾跟美国之间的互信 所以他也算是一个宣誓 对 但是我想问某某 美 美机来台湾的时候 台湾的军机会起飞吗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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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美国的也许是船舰 或是飞机路过台湾的时候 那台湾的军机会不会起飞 对 要不要一起 我据我的了解应该是比较没有 因为像我们就不会像 比较不算威胁 共机在我们的这个 所谓的航空识别区 就周边绕的时候 我们还会听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就是 有时候我们会释放那个广播 很酷 我觉得超酷 共机什么 你在几千公尺的地方 现在什么 立刻 立刻什么出去 get out 这样之类的 没有啊 美军兰应该没有啊 之前还有曾经不小心就是 好像说是什么 没有还是要维修 故意降落在台南机场 类似有这种 哦 对对对对 有这种事件 就是那种很故意 你知道吗 哦 没有哦 来来我们家坐坐啦 帮你倒一点 倒点茶 耳南 然后在你家门口互 那个乱话 然后就找一个就可以信任的人 就是到我们家 就是父亲就 怎么样啊 怎么了吗 你到他家干嘛 这样 哦 那种感觉 对 美国就负责在 社区中巡逻的角色 那就是感谢 感谢美国 因为他算是 我们是盟友啦 应该要这样讲 就是盟友 所以做一个盟友 该做到的事情 就这么简单 我觉得很棒耶 今天就是听到很多 美国那边 很多感情生活的彼此 没有 因为我们节目之前有人留言说 他想要听一点国际的 对 这样超国际了吧 可是我们国内都讲不完了 还讲国际的 对 真的 因为这其实我们之前刚好 节目这样也预告啦 就是 听得出来 我们十月底 就会有跟美国大选有关的 特别集 对 然后 那个 我们今天其实讨论的题目 还有就是 因为我们好像上次去那个 美国台湾观测站的时候 他们有帮我们 在资讯栏那边放一些就是 定期定额 对 我们这样子 我们也要放他们的吗 要啊 当然 要 当然 互相支持 好吧 还是我们要出一个package 就是 你脚一笔就可以两边都 好像还不错哦 真的吗 好 我们会后讨论 我们等一下再讨论 对 反正就是今天我们有谈到的题目 还有就是美国台湾 观测站一些相关的文章连结 我们就会放到我们资讯栏这边 还有我们沃草的文章也会放 然后我们的Instagram啊 我们其实自己的听 Podcast有做一个独立的Instagram 就是大家如果喜欢我们节目 或是想要看到我们的样子的话 都可以去加入那个Instagram 不过我们自己大的沃草的 脸书 IG 还有各大频道 都要记得按赞加入 然后我们的节目 会在Podcast的各大平台上线 对 可欣是不是想要业配什么 看你感觉越业越湿 可以啊 可以啊 可以可以 反正这个我们这样 那个进出点很干净 很好cut 嘿嘿嘿嘿 来 恰共 但其实我们Podcast就是剩 剩最后两集 我觉得超可惜 因为他们第一季啦 可是可是我觉得 其实大家如果对于国际议题 或是之前的事情有兴趣的话 其实可以回去听 就是前面有很多节 对 所以我也还在 我要接回来 所以大家如果喜欢沃草的内容的话 请记得一定要定期定额 支持我们做更多更好的内容哦 好 那我们就下礼拜再见啦 下礼拜再见咯 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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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